一句话就是杨慧如跟民进党密不可分 千丝万缕 杨慧如根本就是民进党的网军的操盘者之一 我讲之一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杨慧如到目前为止 他所展现出来的他的网军的这个编制 跟他的预算的范围 应该充其量只是一个民进党网军的中盘商 或者说他只是一个中间的主头而已 他的下面还有下线 他的上面有上线 上线的背后还有金主 他每一个月拿这么多钱 数以百万计的在养网军 大家就要问了 你一个年轻女孩 你这个钱从哪来 今天大家在网上总算挖出来了 过去包含蔡英文在内 跟杨慧如可以说都是有相见欢的照片 更不要讲说像谢长廷这一些人 那真的是这个铁证如山 而且我们必须讲 杨慧如他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所有跟绿营关系密切的这些台湾媒体 包含绝大多数的新闻台 全部都惊声不语 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了 明明这种事情如果换位思考 是难以发生这样子的网军事件的话 那绿营媒体可不得了了 要从早到晚24小时的炒作 今天怎么会全部惊声不语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正是因为他们心虚 所以才做如此的切割 那么至于游习坤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如果回去看历史 2012年的时候 游习坤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那一年杨慧如本来参加了民进党的党内民意代表的初选 几乎要过关 为什么他会去敢参加这个民意代表的初选呢 很简单 是游习坤鼓励他 在幕后支持他的 所以今天看到游习坤跟他之间有瓜葛 没有人觉得意外 那本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所以今天你民进党怎么样切割都没有办法避免说 你跟杨慧如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的铁样的事实